大家好,欢迎回到微信公众号GS全程开发实战的课堂 那么今天这几课我们继续微信公众号内线网页开发基本流程的第二小节 就是我们继续实现这个和这个微信 我们的web服务器和微信服务器的这种交互 那么我们还是开两个table 一二号三号连到这个我们的ECS服务器上 然后切到我们的GSVChat的目录下 那么这几课我们会引入一个新的NPM 就包括叫做debug 那么在我们运行的时候会使用这个 就是叫我们把我们代码运行时的一些状态暴露出来 方便进行调试就观察这个代码的运行是否符合预期 好 那么接下来 可以看到我们上节课添加的文件 lips.js.dk 这是我们const const.debug等于require.debug 然后我们给它传一个参数 js.wechat.js.sdk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在 课后的时间实现了我这个create analysis 就是生成随机字幕串 那么这个里面还有一点小的问题 那么这个的实现主要是参考了 这个微信官方这个php的这个实现 js.dk的实现 那么我们这儿得把$i改一下 我们要测试一下这个 我们要测试一下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里面爆了一个错误 那么是substream 好 那是我们这个substream的执行的方式有问题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终端里面 就是直接执行node.js.js.dk 就是它是没有任何输出的 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 这个实际上是这个debug的运行机制 那么默认这个debug是就是不会输出任何内容 我们需要在运行我们的node代码的时候 需要加一个debug等于 就是比如说等于js.wechat 然后呢 lips.js.sdk 我们是node 这个地方我们要加一个新号 那么可以看到我们这个node stream这个函数是能够正确运行的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编写一个这个get 这个gis api ticket和get access token这两个方法 那么这两个方法呢 我们需要 就是因为它使用了这个本地的缓存 那么我们需要读写文件系统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写两个 函数 一个是read cashfail 那么它有一个参数叫做 fail name 然后read 然后read cashfail 然后function fail name 那么这里面我们会用到这个node里面的fs模块 好 那么这里面我们会首先这个read cashfail我们会尝试怎么做呢 就直接try try一下 那么fs return fail 然后在这里面呢 debug read fail field 然后这里面把fail name 和error传进去 然后呢 这个writefail的话 我们需要把 fail name和data 写进去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就直接fs.return fs.writefail sync 我们看一下它的参数的顺序 那么先是fail 然后data是fail name 然后是 data 接上点 string bfail data 好 这个是基本的 就是从缓存 文件里面读取 缓存 然后 然后这是 往 文件里面 写 缓存 然后接下来是这个 这里两端代码的逻辑 就是getgsapi ticket和getaccess token 那么这里面 我们首先看一下php里面是怎么做的 这里面我们首先去尝试读文件 那么 this.read cache file 那么我们给它传一个文件名叫做 their js api ticket djson 那么前面给一个变量 data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判断data里面的 if 那么const time等于 mastrond date.no 那么如果data的 mastrond 小于time 那说明这个 已经过期 那么否则 否则我们就直接 return data.no data.js apit tip it 那么 因为node里面 我们这里面有可能会发起网络请求 所以这里面是需要传一个回调点来 那我们这个回调的名字叫data 然后呢 我们就直接down 好 那么这里面如果数据已经过期我们会怎么做呢 这里面我们会 this.get access token 然后呢 把access token拿到之后 我们需要保持一个this instance 然后拿到access token之后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需要去这个 调这个api 那么这个api的格式呢 是这个样子 ConstUIL等于 AccessToken就等于这个AccessToken 好,那么然后我们需要使用之前安装的request的模块 然后去发起网络请求 然后是request getURL 然后function error with 然后是body 那么如果有error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debug get getJS API Ticket HTT request.error 然后return 然后接下来我们需要尝试用json recode一下 然后这个里面我们需要把它打intro debug getJS API Ticket get.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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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里面我们 ConstData等于 json.path 然后body 然后down data data.error get.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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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直接调用instance.error get.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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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文件名保存在那 Const cashfile 等 那么把cashfile写进去 然后传进去的数据呢 就是expert 就是expert 那么就是 mast.error get.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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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千 加7200秒 2小时 就是API Ticket 那么就等于Data Ticket 那么这个地方就当 失败了就当一个 No 这也是当 Error 这里面我们把回调稍微改一下 要遵循这个 呃 错误优先的就是 NodeJS里面错误优先的回调这种格式 那么我们 所有的这个 嗯 JS GET JS API Ticket 我们这个回调呢 接触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Error 第二个参数是这个API Ticket的本身 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段代码 那么 嗯 他首先会尝试去 读这个 缓存文件 然后呢 判断这个缓存的数据是不是已经过期 如果已经过期的话 他尝试去取 然后如果没有过期 那么他就直接返回Data这儿 JS JS API Ticket JS API Ticket 我们把这个变量命名标准化一下 那么如果过期的话 他会先去尝试取这个AXS Token 那么AXS Token呢 是类似的一个 那么他会 有可能会返回这个Error 然后真实的数据会 有可能反而 然后真实的数据放在第二个参数里面 然后呢 我们 然后Token拿到之后呢 我们直接去 根据那个Token去获取这个Ticket 然后 过去也会检查他的失没失败 然后对数据做接上Decode 然后更新缓存 然后这个把真实的数据传回去 好 那么我们可以仿照着这个 函数呢 写一个这个 getAccessToken的内容 不过getAccessToken 其实是不需要这个我们 啊 获取 因为他就是一个步骤 他不依赖其他的步骤 就也不会有点 看出这个步骤 感谢观看